每一次去廉城訪市 廈門慈禧志工 总是得搭最早的内班高铁出发 蓝天白云的身影才抵达 就出现在马奶奶家 81岁的马奶奶 和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 都贵青筒住 志工每次来不仅送物资 也协助奶奶把女儿全身上下 好好打理一番 很舒服是不是 洗完以后很好 我们这样一个月来一次 对你有帮助吗 有啊 包子很大 吃不得很好 太洗澡 太淘 洗澡 太淘 洗澡 剪了头发 擦了澡的贵青 身体舒服了 志工陈柳华为她喝水 把来不及对外婆进了孝道 发挥在需要帮助的马奶奶家 我的外婆 从小对我很好 她很早去世 我就没有及时在她身边 进到孝道 所以你是把她当自己的老人在 是 转个身 志工来到吴家 这趟到访 带了爷爷一直想帮老伴 添置的床铺 在新床搬进家门前 大家先把房间好好整理了 来 快把那居 这个多少人没钱啊 爷爷 就感觉撒一下会比较酥 多少 多多少 爷爷奶奶她能换个换个 谢谢 我还没想到你拿这么高级的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舒服 你们很关心我 那我对不起你们 新床铺是志工罗寿林 特别请家具行专门打造的 这份心意让爷爷倍感握心 那你那么关心我的话 祝你身体健康 挖室如意 那寿林要跟他说什么 我也祝爷爷身体健康 挖室如意 还有吗 高高兴兴的 踏上归途前 志工握着吴爷爷的手 不断给予鼓励 这份圣四亲人的爱 也会陪伴老人家们 度过之后的每一天 我们跟他按家来比 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能处来处出 是真的很幸福 能体会到上年说的 要健康之福 惜福再照顾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黄德馨 赵静 福建报道